Hello! 歡迎來到我們即場Marketplace 今天又邀請到一位好朋友Ray 跟大家分享一些關於培訓的事 大家好,Ison開了這個頻道很久了 由他一成立開始,我就想排隊做嘉賓 那今天終於有幸輪到我了 其實我第一天的時候已經叫Ray上來做這個分享嘉賓 只不過Ray貴人志望,我的工作范忙 加上要照顧一些小朋友,所以沒辦法 Ray,我也知道你以前在培訓界裡面 很有經驗,無論是零售、卡拉OK牌子 或是一些corporate training 這些企業方面培訓 都要去做的,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這方面的經驗 當然可以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做training這個動作 去到若干年前 training training 是一個動作而已 或者這件事 其實就源於我怎樣選擇做HR這個行業 那時候小時候讀書 選擇什麼科目升讀 就會覺得人這個元素 無論去到哪個機構 或者到哪個環境 其實都需要一些調配也好 管理也好 來到自己進步也好 所以我覺得HR這個行業是可以持續發展的 training也很自然 現在去到社會 我們都是不斷地靠進步等等這些元素 所以都會覺得這件事是所謂sustainable的 可以持續地去做 但你不擔心呢 就像現在疫情到經濟差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說 擔心擔心什麼 擔心占心率 擔心炳ICES 擔心技術 這件事你怎麼看 會不會培訓正在下跌 我不認同 始終不同行業在今年的情況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 但始終有一些行業我們日常會接觸開的 例如地產業、服務業或者民業管理等等這些項目 其實都是恆常運作之餘 甚至乎需求要增加 大家可能幻想一下十年前或者兩年前 我們走的街 走的商場 他們的裝修也好 配套也好 服務也好 其實是不斷地提升的 再加上這些行業 其實工程的流動也很大 對於人手的調配 培訓去到投入職場 其實都需要充足的準備 所以都覺得沒有問題 以前工作的一間物業管理機構 我公司的培訓服務是很好的 在這一間公司 在那些港九世界都有他們自己的物業 那些物業有些位置可能是釘舊 一些很小的物業 或者是私隱度很高的物業 住客的數目都相對很少 我的角色就好像那些速遞的品牌一樣 我們一個人寄送自己去幫同事做訓練 那一人一次 是的 一人一次 那些物業管理 可能是十個住戶 那一個項目可能是否安排 一個同事在那裡 我的工作有時候就去到他們的家庭 帶回公司的資訊 一些服務的準則 或者一些應變的方法 做分享 分享 所以那個背囊走天藝 那你幫同事做訓練的時候 但是同一時間可能由廚客出來要求 就可能做一些服務 或訓練之類 那會不會免費的 那些同事可能要收工才能做到 會在日常工作的時候 跟這些同事做培訓 這個好問題 那時候我們的工作黃金時間 就是大家值班半間的時候 用一些中間的少許時間 例如半個小時 甚至一個小時 有一些夜間的同事就早一點回來 早間的同事就收工去接受培訓 所以我們的流通性都很大 好像我們想到以前大學的時候 好像偷雞出去上課 再回來上課 那種感覺 對呀 我自己最深刻 其中有一個做訓練 在一個兩個籃球場的尺寸 裡面可能有八多人 沒有用麥克風 然後就說 大家好 我來自培訓部機同事 這樣講45分鐘 講完是啞了嗎 對 絕對是啞了 為什麼會不會有些工具給你 給你麥克風 給你一個大聲鼓 太瘋狂了 真的沒有什麼用 這份工作當然有辛苦的地方 也有滿足感的地方 就說回我去做物業管理方面 一些的培訓為例 接觸的同事層面很廣 有一些可能是中高層的同事 需要的培訓可能是團隊建立 有一些比較前線的同事 毫無準則 甚至有一些基本的溝通外語 因為物業管理這方面 溝通外語? 對 對 對 謝謝你 所以Ivan絕對是一個很資深的訓練 說回正題 一些前線的同事 他們對於自己的溝通能力 或者是語言能力 其實是沒有什麼信心的 有時候接觸到的 就是一些同事 坐到課室裡面 他們堅持自己 我本身是做清潔的崗位 清潔的崗位 我不用說英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他們會堅持 我做了幾十年人 我不認識的 我作為一個培訓者 我就要想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令到他們接受這些新字文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用幾十年前 香港人學英文的方法 叫做楊敬斌 其實做法就是 例如英文的詞彙 例如Happy 我們就要寫中文字 合併 然後去讀這些字 中文英文來做傳遍 然後將英文字 用中文字來代替 對 沒錯 上了一兩個課堂之後 然後我們工作 有時候會到這些樓盤 或者住宅項目去探望同事 同事會抓住我們 跟我們說 Rae 你上次教的真的有用 例如有個外國人 他講了很大堆東西 原來我跟他簡單說一句 Sorry Peace wait a moment 這樣就可以滿足一句 或者找到人幫忙 這些其實是很少的概念 但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其實都可以達成很多很大的改善 這些其實都是工作的滿足感 除了做物業管理的部分之外 我也知道你在其他零售界別 卡拉OK品牌都做這些訓練 物館這些可能要求比較高 但對於一些零售品牌 這些卡拉OK品牌 可能面向很多都沒給人住客 很多都是普通consumer 那你教法裏面教的內容 你motivate它 是否用很多不同的售貝 一定要有當中有不同的調節 或者是著眼點都不同 或者可以說少少關於卡拉OK這個行業 或者這些地方 大家都明白就是 香港做客戶服務業 其實是有幾困難的 因為香港的店舖相對比較高一點 投訴文化也是比較成客 還有加上就是卡拉OK 也會有很多特別的事件 相對比起其他的行業容易發生 例如客人可能喝醉了酒 或者有其他的狀況發生了 會怎樣處理呢 那一例子 我又可以問Ivan 我們經常聽別人說 別人喝醉了酒的 可能給他一些熱毛巾 富家舒服一點 那你給他一杯水喝 你會選擇給他一杯熱的水 還是你會冷的水 熱水 熱水 為什麼呢 純粹是因為如果我喝完酒的話 我是想喝熱水的 第一次就選擇 在我們職場的運作上 我們的指引是建議同時給你冷水 為什麼呢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你如果喝熱的東西 令到你自己裡面的血液循環加快 其實逐遠說 你是瘋得更加厲害的 你醉得更加厲害的 當然可能你會快點醒 但可能你要經歷過吐 經歷過很辛苦的運 你才會醒的 第二件事就是一個醉紛紛的人 如果別人給他一杯熱水 其實有了濕過 又會引申另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 不是給他一杯茶喝嗎 給他一杯茶喝 或者叫他吃一杯酒搜機 他快點醒 可以喝一杯不醉 這些都是在不同的店內 會有的一些裝備 但例如我們back to basic 退後一兩步 第一件事 如果同事要做的處理 我們不可以有出錯 例如同事還沒拿藥之前 那同事已經… 所謂的客人已經被那杯熱水拿走 這樣又會引傷另外一些問題 又要叫十字車等等 這些其實是危機處理的事情 會有都會發生的 Hello 為大家帶來今天的職場小貼士 在客戶服務的世界那方面 大家都明白到香港的客人 是比較難相處 也是個政界比較喜歡投訴 但很多時有一些的投訴 例如可能是硬件上的 可能是對於我家裡樓下有人 扔垃圾或者樓上喊機滴水 甚至乎領袖業的 我買的東西爛了等等 但很多時這些投訴過程裏面 會轉化了 會變成是一個人為的問題 例如同事態度的問題 那這裏有小小的tips就是 我們可以退後一步 可以退後一步 意思就是我們不要太過主觀 去幫手去處理那件事 例如說有些產品可能是爛了 會不會是客人 你自己本身已經弄爛了 我來換吧 我們退後一步就是 將這些case 用回客觀的形式處理 加上給公司去到更盡 去到處理的時候 就可以少了個人感情 同事的感覺也都會舒服些些 希望幫到大家 今天很感謝Away 來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些關於 顧客服務和培訓的 這方面的資訊 希望下次再見大家 拜拜